现在疫情虚幻 各大电影院重启好莱坞大片上映之际 陪伴一年20年的台北维丰 国宾影城则是因为租约到齐了 在昨天结束营业 而台北维丰国宾影城 从维丰广场2001年开幕之后就进驻了 昨天结束营业为20年放映电影的岁月化下据点 这也是国宾影城从去年底 新北市中和区的环球国宾影城 结束营业出户在双北地区的影城 又一家结束营业 不过业者声明表示保障用户的权益 会员以及电影票优待票 在全国的国宾都是适用的 另外去年8月刚开幕的台中中校国宾影城 也受到了疫情冲击 从昨天开始暂停营运 恢复营业时间还没有办法确定